第十四章 亚特兰蒂斯的能量 紫色火焰 在亚特兰蒂斯过去失败的实验里 大多数的居民皆苦于自己与他人的黑暗思想之中 这些思想形态永如云朵 弥漫人们的气场并产生深刻的影响 最后 星际议会决定帮助他们转化这些可怕的负面成分 他们给予紫色火焰 由非常纯净的光所构成 足以消融几乎所有人所散发的恐惧与愤怒粒子 这个火焰的组成颜色 从薰衣草 紫丁香一直到最深的紫罗兰色 需要时便得以被召唤 有鉴于过去的经验 并会决定在新实验中仍然保留紫色火焰 以为不时之需 起初 黄金时期的人们 让自己保持平衡并过着和谐的生活 不过由于得处理物质身体 人际关系与情绪 有时不免会有负面想法浮现心头 当黑暗只是被暂时驱离 它仍然活跃且会影响甚至伤害别人 负面成分必须转化成正面 疾病转化为健康 贫穷转化为富足 嫉妒转化为自尊 贪婪转化为慷慨 绝望转化为希望 人们学习如何在紫色火焰中消除负面能量 并以正面能量取代 由于它们具备零势力 因此能够见到朋友们的气场中 任何阻塞的情绪所构成的黑斑 也能够召唤紫色火焰 来将之转变为有益的事物 它们是以这种方式来服务彼此 如果有人散发出如蛇一般嫉妒或愤怒的气流 这是藏不住的 为了保持自己与彼此的纯净及不受污染 家人会将这些意念在紫色火焰中清理 并且用爱与光明来取代 它们能够运用这火焰来消除身体任何的疼痛 或是朋友的疼痛 甚至用来疗愈人际关系中的不和谐 由于它们练习心智控制 能够觉知任何意念与感觉的升起 因此更容易借助紫色火焰的帮助 让自己的能量场保持纯净 与所有强大的能量一样 这个能量也可能受到滥用 因此它在亚特兰蒂斯后期就被收回了 几千年来 在地球上的我们总是与自己的黑暗情绪奋战 却没有这个神奇的工具 直到最近为止 在1987年8月的和谐汇聚 有如此众多的光之工作者 祈求整个星球的疗愈 因此圣哲曼请求神圣源头给予协助 因此在一万两千年后 紫色火焰再度回到我们身边 供我们使用 由于光之工作者持续投入 以提升整个地球的频率 因此更进一步的神圣赐福 又在1998年发生 恩典与和谐之银色神光 与转化的紫色火焰融合 这是给全人类一个伟大的礼物 当你召唤紫色火焰 负面能量会得到转换 并自动以高频的事物取代 莫哈玛能量 莫哈玛能量是一种高频 金白色的宇宙能量 由一个群体意识构成 它包括十二道光束 佛陀能量 基督能量 存在于平静与平静的灵 平衡的灵 以及其他庞大的宇宙生命之中 它们在亚特兰蒂斯时期形成 为的是在事情出错以后能协助祭司 这是神圣源头用以协助这个实验的礼物 其目的在于 一旦召唤这股能量 它便能让祭司保持纯净 如此祭司便能够依次 也让人民保持纯净 它是一股高频能量 流经人们的心智、情绪、灵性与物质身体 在亚特兰蒂斯人 召唤这股金白色的能量时 它会流进气场的不同层次 然后再进入大地 过程中会打破坚硬如结晶般的 思想形态与情绪模式 因此这会协助解决个人的问题 并能够传送给其他人 来进行疗愈及解决问题 它具有惊人的疗愈能量 能够为线体充电 帮助人保持年轻并改善性生活 平衡新陈代谢 同时强化免疫系统 就灵性上来说 它会快速建造人们的光体 并加速扬升过程 后来在亚特兰蒂斯 莫哈玛能量与紫色火焰同样因为受到滥用而被收回 人们被告知说 等到地球准备好了 它就会再返回 结果再一次的 由于人类在1987年和谐 汇聚所进行的祈祷 使得人类可以再次运用它 这是目前人类所能触及到的最高能量 同时能以千倍速度加速人类扬升之路 任何人都能使用它 不过你必须去要求 正如所有灵性事物那样 莫哈玛能量希望能 尽速在目前的地球上安顿下来 因为人类正是神圣源头于地球的桥梁 伟大的纯粹能量库 高等男女祭司创造出一个纯净的能量库 它具有难以置信的力量 能强化并净化任何碰触到的事物 人们可以取用它以协助疗愈 显化 传送 降雨等 当人们召唤这种能量 无论朝任何方向 它都会增强力量 这种能量类似能量生物常 所使用的能量 红金时期的力量 在于它的纯净 除了纯粹的能量之外 没有其他存在 亚特兰蒂斯的频率是如此的高 因此人们借由自己心灵的力量 就能够使用能量库的能量 并且将之转变为物质形态 在早期 巫师有权也有能力 完全运用这种能量 而它们均能完善地使用 这就好像一般人能使用60瓦的灯泡 而训练有素的启蒙斯 能够使用1000瓦的灯泡那样 它们全都知道该如何明智地使用这个力量 人们用它来创造建筑物 道路 游泳池 交通工具 或任何为了最高的善儿所需的一切 它们取用能量库的能量 用艺术的手法来塑造 它们所创造的一切 都有着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状态与风格 就在一个巫师了解到这种能量 可以用在私人用途时 这个实验就开始堕落了 在这之前 亚特兰蒂斯只有高度氢化的光之天使 比起目前正照顾着我们的守护天使 他们的频率更为光明 可是就在巫师开始用纯粹的力量服务 自我的那一刻 最初的黑暗天使就进入了这块大陆 最后 疗愈师 灵性导师 光之工作者以及祈祷的人民等的诸般能量 开始为重建光明而准备 星期议会正在观察着我们的努力 而内在层次的伟大存在 则应受到吸引而来协助这个过程 水晶宝石光束 和现在一样 在亚特兰蒂斯 伟大的天使迈克 乌列尔 拉费尔和加百列 将自己的光倾注地球 为人们照亮道路 他们不仅投射出自己的特殊能量 也将之化为固态的形式进入大地 借此帮助地球并供给能量 给地磁线 大天使迈克 深蓝色的光创造出蓝宝石 大天使乌列尔紫色与金色的光创造出红宝石 大天使拉费尔亮绿色的光创造出绿宝石 大天使加百列红净的白光创造出钻石 许多其他大天使也照亮并影响了水晶 例如大天使萨基尔 这位转变于慈悲的伟大天使 其能量创造出紫水晶 她的神圣伴侣或者说双生火焰 就称为紫金女士 大天使傅米尔 这位爱的天使运用粉金协助软化人 人心的繁蜜定是爱充能 在早期的亚德兰蒂斯生活很简单 人们会佩戴一颗微调好的水晶或宝石 来提升自己的意识 随着这个实验开始衰退 臣服健身的人穿戴越来越多的珠宝 珍贵的宝石提升佩戴者的频率 促成于大天使的直接连接 借此给予力量 不幸的 这些后期的亚特兰蒂斯人是如此堕落 他们因这种力量而走向腐化 同样也是在这段时间 珍贵的珠宝增进了 佩戴者的社会地位与尊荣 因为只有领导者或是具备财富及影响力的人 才负担得起 现在富有的人仍然会佩戴这种珠宝 在无意识中知道自己可以由 较准这些珠宝而获得强大的力量 明智使用这种力量的人将能够借此获益 蓝宝石 蓝宝石会增进佩戴者的权力与力量 将佩戴者能够清楚地沟通 无论是透过心电感应或口语沟通 它内涵古老的知识 让佩戴者能够取用并导引出自己的智慧 宝石能量 借由大天使麦克的双生火焰 费斯女士所影响 带来平衡与软化 它并增添了神圣女性的智慧 红宝石 这是皇家之石 因为它内在的紫色 包含皇家的蓝色、红色与金色 这给佩戴者力量 采取果断的行动 但不失其智慧与自然的风采 大天使乌列尔的双生火焰 奥罗拉 带来和平与安静 让创造性的点子 能够在受这种石头吸引的人的心中 萌鸾并开花 绿宝石 大天使拉夫尔倾注自己的神圣的信奈 疗愈于智慧之光 进入这样的石头 让他能够将人带着一个高度的灵性层次 他的双生火焰是圣母玛利亚 天使之后 为此增添了爱与慈悲的特质 因此心轮 导向的领导者 会佩戴绿宝石 钻石 钻石象征纯净永恒清明性爱与荣誉 也因此即使在现在 他经常被选为订婚戒指 大天使加百列运用这种能量来 破除幻想 并带领人们进入更高的层次 他的双生火焰是合薄 增添了喜悦的彩虹 白金色光束 这是喜悦与狂喜之光 代表阴阳能量完美的平衡 海豚会与这种光共鸣 借此连接到银河更高的能量 他们是亚特兰蒂斯神圣智慧的保存者 此刻他们也正寻找着 足够存洁与进化的人 好让他们带回古老的知识 将之传送给全人类 练习紫色火焰 你可以将这当成一种冥想练习 或者可以在散步或除草试做 不过别在开车或操作机器时进行 这是一种高阶的灵性能量 能使你开启 所以要请求大天使麦克 为你披上那深蓝色的斗篷 要观想它包裹着你的身体 一 在心中召唤紫银紫色火焰 观想一个紫钉香色 薰衣草色紫色 深紫罗蓝色与银色的火焰 围绕着你 想象银色火焰白天时在你面前 燃烧出一条道路 在你遭遇任何黑暗能量之前 就将之消融 三 将这火焰送给生病的人 观想火焰将它们身边任何的负面成分 烧成灰烬 四 将你自己的愤怒恐惧伤痛或负面成分 放进火焰 直到它们消融 五 观想不和谐的人 们处在火焰之中 六 观想火焰开始行动 或者请求天使将火焰带去净化战争或不安的能量 七 如果你的身体感到任何疼痛或紧张 允许银紫色火焰在那里 部位游走 八 将这火焰送进电话线或网络线来净化网络 九 完成之后 放一个十字架或任何保护性的符号在身前 其背后 依序关上你的脉轮 练习摩哈马能量 一 闭上眼睛放松自己 二 想象自己的根向下生长在大地之中 让自己稳定 三 召唤摩哈马能量 观想一道金白色的光向下进入你的顶轮 让这光依次洗涤安抚你 停衡并给你的每一个线体充电 顶轮为松果体 散发并吸收光 让我们保持神圣的和谐 第三眼为脑下垂体 掌管其他线体 代表永恒的生命 喉轮为甲状腺体 掌管新尘代谢与抗体的生成 心轮为胸腺 掌管免疫系统 太阳神经丛为胰腺 处理糖分与养分 让我们能够吸收情绪与心理的甜美 生殖轮为腺腺 卵巢与膏王 掌管身体的性与生殖器官 海底轮为腎上腺 根据身体决定要战斗或逃脱的反应 来分泌肾上腺素 同时协助代谢废物 四 让穆哈玛能量经由你而流入大地 五 观想自己生活中一个问题 或困难的处境 接着观想穆哈玛能量流过它 打破旧有的枕洞 六 观想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接着想象穆哈玛能量流过它 打破旧有的枕洞 练习与宝石连结 如果你拥有一件 由本章介绍的某一种宝石 所制成的珠宝石品 那非常好 你可以握着它进行这个练习 如果没有也别担心 你的心与意向能够让你切入这个状态 首先 决定自己想要连结到 钻石 红宝石 绿宝石或蓝宝石的能量 准备一个地方 让你能安静且不受干扰 点支蜡烛 播放轻柔的音乐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点支 线箱 一 舒服地坐着 调整呼吸 好让自己进入一种放松的状态 二 想象自己走进一个 与适合觉的临间空地 美丽的树木环绕着一块舒服的草地 附近有小溪潺潺流动 你感觉自己非常宁静与安全 三 当你站在那里等待 你或许会注意到花朵 并闻到它们的芳香 住那些临近等待的其他动物或鸟儿 倾听潺潺流水 看着水 花与泡沫 如何反射着阳光 四 在树木环绕的中央 有颗巨大的宝石出现了 它比你还高 透明且闪闪发亮 五 走向它 轻轻触摸 观察它的每一切切面 是如何光滑闪亮 六 感觉自己进入宝石内部 体验它的能量 现在大天使来到你的身边 提升你的频率 并传达一个讯息给你 大天使与宝石逐渐消失 而你仍留在这临间空地几分钟 想想你所获得的经验与学习 九 张开眼睛 写下自己希望记得的事物 对 张开眼睛